花蓮市今年第二次舉辦勇士格鬥賽 和去年相比呢 參賽人數暴增一倍 擂台也在加了一座 比賽項目更是多了趣味型還有拳腳專門競技 不論是男女上了擂台就是衝勁十足挨打了也不覺得痛 就是要奮力擊敗對手 短短幾分鐘賽程卻耗盡了體力 但每一位打過的選手都說實在是太過癮了 格鬥是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運動項目 外行人看總覺得是在打架 其實格鬥賽有分拳和腳的專門競技 而且必須運用全身的動力還有靈敏度 平常的訓練更是嚴格 就是要在擂台上充分掌握每一瞬間的攻擊機會 才可以擊敗對方贏的比賽 拳擊的話他現在是目前亞奧運的運動項目之一 那現在其實拳擊這個運動系 每個縣市都蠻盛行的 那蠻多校隊他們都會有拳中運啊 或是拳運會這一種 或是總統隊這一種比賽 對那像踢拳擊的話是從K1 K1就是演變出來 他原本最早以前是空手道 對那後來就是現在的規則改為 就是拳跟腳然後單拍的西狀而已 基本上你要訓練的蠻多 你要顧到你自己的身體 你要使用的力量是從哪一個地方出來的 而不是就是可能類似拳好了 我們的拳是指全身的拳 不是指拳頭的拳 對要不然你出去的那個力道就會不一樣 讓人家著迷的地方就是說 你對看對方的眼神的時候 其實都會知道對方下一步要做什麼動作 這是最讓人著迷的東西 對對對 就是你會知道對方下一拍要做什麼 對然後你要做什麼反擊或攻擊回去 對對對 花蓮市第二次舉辦勇士格鬥賽 與去年相比參賽人數暴增一倍 擂台也在家一座 比賽項目更多了趣味型和拳腳專門競技 不論男女上了擂台就是衝勁十足 挨打了也不覺得痛 就是要奮力擊敗對手 短短幾分鐘賽程卻耗盡體力 但每位打過的選手都說實在是太過癮了 你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被全館大家一起報名 然後就一起來練習邊那個校外教學 這日後會不會對女生會不會太吃力 是不是很害怕 是蠻吃力的 但是就是運動嘛難免 訓練過程會很辛苦 還有技巧或什麼 訓練過程的技巧就是 就是多練然後多被打 就比較不會那麼怕被打 我剛剛看你的鼻子好怕自己打歪了 不會吧鼻子還在 我有摸 打拳真的是太舒暢了 但是太累了 被打通常在台上都不覺得痛 但是過程當中覺得太累了 然後只想要打贏這場比賽這樣 對是 過癮嗎 太過癮了 歡迎大家來試試看 OK 謝謝 市長長不想下場 參加的是勇士玩賽的英雄 我們只負責觀賽 花蓮縣格鬥運動推廣協會裡 市長溫昌琳表示 格鬥並不是一種武術 而是集結各種武術 綜合在一起的混合武術 因此這場賽事 除了一般踢拳 新人拳擊 一般拳擊 踢拳獎金組之外 最熱門的就是團體格鬥 溫昌琳表示 在團體格鬥裡頭 可以看到相當精彩的防衛攻擊手法 也是新加入格鬥的選手最喜歡 而且可以從中學習的比賽 這日會幻視報導